無歸擺攤 看到員警來了 不但沒有打算收 看到警察要開單 還反向警察 要確定耶 你要開 你要確定喔 你要開我去收 我知道不能擺啊 你自己違規在先 違規我知道啊 你知道他叫什麼 他有什麼事情好好講就好了 開單還是要把 把攤放給我收走 原先只是口頭相勸 希望他離開 但要求拿出證件和收攤 都偷偷拉拉 還對員警大小聲 我知道啊 你開啊 不然我們就跟你扣攤 我們有權利扣攤 我們有權利扣攤沒有錯 但是你們沒有開單 要先開單 人還在才能扣攤 開好了 開好了 扣回去就好 扣回去就好 這名十九歲的洪姓男子 二月二十三晚上 在北邪中山國中站附近 違規擺攤 賣殺騎馬等等零食 其他看犯見景驅離 紛紛打包離開 他卻依然顧我留在原地 甚至對員警動手 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 靠上 你剛剛全愛醫師都會出去 我的物訪 就是妨礙公務 對 在團所侦霸 最後被好幾名員警 壓制在地 尚銬帶回警局 這引操被罰了三千元 影響行人通行 道交條例 也被開罰一千兩百元 不只被罰錢 那晚連殺騎馬也不用賣了 另外北捷彈水戰前廣場 也不平靜 一名身穿會衣的男子 什麼話都沒說 突然朝眼前作者的男子 灰拳毆打 被打的男子嚇壞傻眼 眼睜睜的看著對方離開 因為根本就不認識他 1月1號早上酒減多 這名灰拳的40歲何姓男子喝醉酒 誤證黃姓男子是自己認識的人 還把對方打的臉部 嘔吞和流鼻血 黃姓男子氣得報案 最後何姓男子被判拘役40天 還得寄取教訓 不要再因為黃湯下肚惹是生非 記者 楊宗盛 李家彥 台北採訪報導